大家好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视频就是我的这个君子兰的根系呢基本上浪完了 然后呢我给他经过一系列的处理之后呢现在他已经长出了非常多的新根 那么这个新根我上次也给大家看过了这个根系长得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可能很多话有在君子兰烂根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君子兰丢弃了 那么其实呢君子兰他是养不死了 我们只需要用上两样法宝就能够让他重获生机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 那么是哪两样法宝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杀菌剂我们将君子兰他的根系腐烂之后呢 一定要把这个烂根的部位呢全部清理干净 然后呢把君子兰把它浸泡到这个多菌磷或者是高抹酸甲这些啊 下毒消菌剂里面浸泡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取出来晾干伤口 那么这是第一个法宝就是杀菌消毒剂了 那么我们给他伤口晾干之后呢 那么第二步我们就是要把它重新栽种栽种栽种的时候我们这个手用的东西呢就是核砂 我们都知道核砂的话呢他的这个呃发根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我们直接用核砂 然后呢将你的这个君子兰栽种好 然后给他浇透水 后期呢啊给他其实在这个盆土表面呢给他适当的补点水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呃主要是用了这两个法宝就是杀菌剂就是多菌磷 再加上这个核砂君子兰呢很快就长出了这个新根出来 现在的话呢整个植树的长势还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后期我们等到他的根系啊 而长得比较多比较壮了 我们呢就可以把它一盆栽种了 不过在一盆栽种之前呢 大家要给他适量的补充一点磷甲肥 这磷甲肥呢 它可以起来一个触根壮根的效果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后期君子兰更容易浮盆更容易生长 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君子兰烂根之后 我们需要用到的两样法宝 促进它更快的长新根出来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